大家好呀,我是花猪 本期来说说新朋友们在练雷神中遇到的误区 先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想要的角色 投币的朋友出角色和专舞 三连加关注的朋友直接满命满金 感谢您的支持 首先很多朋友是组不出雷神国家队的 而在抽雷神时肯定抽到了九条 所以会选择练雷神九条 但这里要提醒大家 九条再没有满命前,练的价值不大 因为它对于雷神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六名的加成 满命九条推荐使用西风弓等充能武器 保证它的大招循环 充能最好在250左右 九条的异技能伤害加成是武器白字攻击 加等级白字攻击 所以等级最好升到80几突破 至于所谓的雷九万班 万叶和班尼特也不是必须的 万叶可以用砂糖替换 班尼特可以用其他辅助奶妈替换 毕竟这两个角色不是谁都有的 整个雷九的套路也比较简单 先挂雷 接着风系穿四风套扩散减抗 有班尼特泽班 一特大招 没有就上其他辅助 最后九条雷神 一Q收尾 天赋优先一技能再大招 普攻不用加 圣鹰雾前期选择紫色的流放者 后期选择绝缘套 主词条和雷神差不多 优先考虑充能 当然宗式套也可以用 看您的选择了 这里再次提醒各位新朋友 优先练国家队的三位成员 因为他们离开了雷神也是六星一样的存在 而九条是几乎和雷神绑定的 如果没有国家队角色 九条也没有满命 则可以选择走雷神草系国家队 有草神自然是最好 没有的话可以选择草主 带上心海或者芭芭拉 一个草雷国家队就好了 云命雷神的属性各位新朋友可以参考野猪我的 差不多到这样就能随便打神员满星了 充了270左右 然后堆双暴和攻击 这个配对对于只有雷神的新人朋友来说 是非常容易培养的 虽然伤害上低了一些 但这三位辅助都是可以用很久很久的 尤其是没有心海 草神 万叶的朋友 最后祝所有关注的朋友都能抽到想要的角色和武器 我每天都会分享各种原始资讯攻略教学 大家可以点个关注 每天看看一面错过